持续来带您关心花莲的富凯大饭店 目前的拆除进度到哪里了 目前呢 现在还是持续的不断运送土堆进来填补 因为呢 今天早上余震发生之后 还有发生稍微移动的情况 所以呢 现在呢 先进行这个填补的作业 那现在呢 也可以看到 目前工程呢 都持续在进行当中 预计稍后也会掉来 稍微快来进行支撑的这个作业 那整条路呢 现在呢 目前是封路的情况 为了避免民众进出发生意外 或者是说运送土堆的时候呢 这个车辆可能会有发生卡住的情况 所以呢 整条路是封路的 不过呢 稍早还是有民众进来 因为他的这个岳父岳母 还住在旁边的民宅里面 其实这民众也说了 他进去房子里面看了 又发现说有电视机掉下来 甚至在四楼天花板 有稍微出现逆风的情况 但是呢 他的岳父岳母在这个地方 已经经营这个营楼超过50年了 所以呢 现在是不舍得离开的 来听一下稍早的访问 就是会担心 所以才回来看啊 对啊 因为我两个孩子还小 在家里也是不敢出门 那我一定要去夜市看一下 我的身材气势如何 对 又在咬了 对啊 对 正常啊 所以还好 对 好 那民众说 其实他是有意 希望可以把岳父岳母带出去住 而且就在稍早访问的当下 又发生了一起规模4.5的余证 那么呢 不过呢 岳父岳母现在是没有医院离开的 希望就是可以再住一阵子看看情况啦 那但是呢 现在里面都是断电状态 所以其实生活也是蛮困难的 那其实县府也说了 在这个地方呢 由于住在市中心 旁边呢 饭店旁边 左右两边还有前面 都非常的靠近这民宅 所以呢 预计这整个拆除作业 可能会比天王星还要再困难一些些 但是呢 还是会持续来进行 因为这边拆完之后呢 紧接着就要去拆这个统帅大楼了 那稍后有这些情况 我们将随时带您来找